她被誉为是台湾省的最美女斗士 依据祖国统一成为最受关注的候选人 甚至面对别人下的黑手 她也能淡然处置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 才能培养出苏恒这样优秀的新青年呢 点个关注咱们接着往下讲 苏恒成长的年代是李登辉影响最广的时期 但苏恒的历史观却出奇的正确 而这也都源于他的家庭 苏恒的爷爷是大陆的老兵 在他的坚持下 苏家一直坚持过各种的传统节日 除夕新年 大年初二姑娘们回娘家 每年台湾省选举的时候 苏恒总是会被长辈叮嘱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要以此为荣 所以选票要投给中国人 当时年纪尚小的苏恒虽然不懂 但是却牢牢的记在了心里 打小苏恒的课外读物就是各种历史书 高中毕业后 更是考入了中国文化大学的哲学系 因为在他看来 世间总要有人为一些事情发生 比如祖国统一 但是苏恒也很清楚 这种事情如果自己站出来 那就是大选中的一个活靶子 数不清的人会攻击他 所以在跟家人商议过后 苏恒放弃了能让他下半辈子 都衣食无忧的企业 但苏恒并不后悔 在一次采访中 他神采奕奕的说道 比起国家大义这些效力 并不算什么 而且两岸之间能实现更多的交流 是我们家族的夙愿 毕竟每个中国人都坚信 祖国必将统一